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下午的話呢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是Toyota的Vios 這台車在台灣也好啦或者是世界各地銷售的狀況都特別好 那底盤的話這台車算是前面的麥化傘懸吊後面算是扭力量的懸吊系統 這台車是10年然後動力的話是1.5 1500cc 那前面的話這台車Vios它有附一個上座 這裡的話呢是BNC的上部結構 它的上座所附的方式呢是三顆螺絲 那這三顆螺絲鬆開之後還有BNC下方的兩角 兩顆螺絲鬆掉之後BNC就幾乎可以拆下來了 所以拆裝的公式呢相當的簡便 它上座這裡呢有一個旋鈕 這個呢就是KT所附的阻尼調整 也就是軟硬可以調整 從這個方向呢順時針的話它會變硬 逆時針呢會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這個上座呢其實它裡面有一顆軸層 那軸層的品牌呢我們所使用的也是日本知名的品牌 是日本KOYO的軸層 主尼的話很方便喔 Vios引擎是打開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調整 那預計今天的車高呢大概是30V左右 那前面的話它的前面拆裝就這兩顆螺絲拆掉 然後後面有一個那個油管架拆掉之後就能夠做 BNC就能夠做拆換 那前面的我們的公斤數呢是配置220x5公斤的彈簧 5公斤的彈簧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架啦還有ABS感應線呢 這個就都是照原廠的位置來做鎖付 那今天的車高是位置大概三指幅左右 所以這台車如果車友有需要降的特別低的幅度呢 我們最低的話呢可以到達大概半指幅左右 那前面的彈簧一般道路版本我們是配5公斤 所以如果要增加的話呢有6公斤7公斤甚至是8公斤 那有一些在東南亞像東南亞的話馬來西亞有很多 拿這台車來做賽事的齁 所以配置的話呢我們也都有辦法支援 而且後面的話呢能夠把它換成直捲式的彈簧 來對應不同賽事的需求 車高的調整從這個地方齁 我們這個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 是靠它的統身可調 所以是把這個旋鈕銀色的旋鈕把它旋開之後呢 它的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整體的長度變長車高就會變高 用料的部分我們所使用的主尼友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這個是從意大利一神筒進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也好 或者是消耗性喔各個表現都非常的成熟 唯一的缺點就是單價比較高 裡面的油風我們所使用的油風也是日本NOK的油風 這台車是Vios 因為在台灣賣得很好啊幾乎在停個紅綠燈就有可能是一個小繪師 跟Artis一樣都算是Toyota賣得很好的車種 它算是一個中小型的四門房車 那它的扭力梁呢 後面的懸吊系統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這裡是彈簧 這個是必定桶聲 它的車高調整呢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我們把Helokine調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後面的調整方式跟前面是不一樣的 車高的調整並不是在這裡 車高的調整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桶聲它只是來搭配 不要讓彈簧預載過多 的特別的一個安裝的技巧就是 不要調的太短 太短的話呢它的彈簧就會被壓縮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我們也有附一個這台車呢專用的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是家常型的 當它車高在降低的時候呢 它的會把避震器最需要保護的軸心呢 把它保護住 它會整個都照住 而且這個防塵套我們特別有做了一個加大的公差 它的水氣呢就不會激在這裡 就比較不容易會生鏽 那至於後面 特別的安裝技巧呢 就剛剛說到過了 筒身如果調整的太短的話呢 它的彈簧就壓縮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第一個會不好做 第二個 它的筒身的壽命呢 會有可能會縮短 第三個有可能會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一定要特別注意 筒身跟彈簧分開的結構呢 安裝的重點就是彈簧呢 不能壓縮過多 調整到剛剛好彈簧是碰到 它不會掉出來就OK了 那車主的話也有改了三米特的那個 後下拉桿喔 那至於後面的阻尼調整部分 它是在後車廂的內部 這裡是 我們安裝的時候呢 需要把椅背 給椅墊的話把它拆開 才有辦法呢 拆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在這裡 這個機構呢 就是在這個螺絲拆掉之後 避震器才有辦法拆下來 那阻尼的調整呢 就是從避震器的上部 從這個地方旋轉來做調整 從這個地方 那如果 車友要自己調整的話呢 那這裡是一個軟的試蓋 可以從後行李箱的手呢 可以從這個地方伸進來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呢 一樣是順時針 這樣順時針它就變硬 逆時針變軟 KD的話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今天的輪胎規格是10 看一下 這是15吋的對不對 195015 195015 在胎壓的正常的前提之下 我們會大概前面15 後面也15段左右 那值得一提的是 當原廠避震器呢 它對胎壓的敏感度沒有很高 所以胎壓不論是原廠建議值的32 或者是比較高一點點40 應該都還好 可是呢 當你改裝了避震器之後 對胎壓的敏感度呢 非常非常的要求 所以我們的胎壓呢 會建議 車主呢 把胎壓 我們把駕駛座的門打開 日系車大部分都在這裡會有一個貼紙 這台車好像有重考過 所以就沒有那個LOGO 一般會在B處的地方呢 這裡會有一個建議的胎壓值 或者是在這個的門邊 歐系車的話呢 大部分在加油孔的 加油孔打開 上面就會有胎壓建議值 那如果這台是15吋的規格的話 我們等一下建議的胎壓呢 會打大概32的PSI左右 前面都已經裝好了 所以這台車拆裝的話 都不用一個小時 還蠻快的齁 可以放開 這台是一零年的 胎壓32 看看這個 這是拆下來的原廠避震器 原廠避震器的話 上座的部分 我們就都有附了 我們就不需要再沿用 假設這一台是一零年的 那也有一個九年的車輪使用了 所以上座的話 即便假設是用車的里程數 比較沒有那麼頻繁 比較少的話 但是有可能會有 橡皮之類的 也有可能會損壞 但是換KT的話 就不用煩惱 我們都有附上座 不用再拆原廠的來沿用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這是後面 後面它的筒針 基本上是還蠻長的 跟早上的M240的結構 是完全不一樣的底盤設計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有點接近 目前 剛上市沒多久的Focus 4代 它的後面的 也是一樣扭力量的系統 OK 現在已經裝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上輪胎 36號 好 這樣你先蓋上去 好 等一下再來 OK 以上是今天 Toyota Vios 安裝的直播分享 你試一台車 安裝的速度很快 那如果 車友們有興趣的話 有需要試乘呢 不用客氣 我們KT都有試乘車 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覺得產品有符合需求 有滿意 再來考慮安裝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我們要準備試車囉 很歡迎大家 有問題的話 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